举哀 举哀 尤皇啊 你为何对你嫡母 以滴眼泪也没有啊 儿臣 儿臣想着皇阿玛过于哀伤 儿臣还得替皇阿玛 操执着皇阿娘的丧礼 不敢过于悲痛伤身 以免污了差事 是 是啊 皇阿玛 大哥近来一直说 他在我们兄弟中为年长 要辅佐皇阿玛 所以不敢过于哀痛 也一直镇定自若地 领着咱们兄弟 为皇阿娘聚丧 所以 所以 允章 你便是瞧着你大哥的样子 连半滴眼泪都没有 是吗 皇阿玛 皇阿娘七十多日来 皇阿玛一直沉浸于悲痛之中 儿臣心疼不已 也觉得自己该保持些清醒与理智 为皇阿玛分忧 所以 不敢悲伤过度 好啊 你们这个时候 倒是挂念起朕来 皇阿玛请节哀 请皇阿玛节哀 切勿再悲痛伤身 不孝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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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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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贤皇后是你们的嫡母 如今邦氏 你们不背骨头 来见着替朕非忧 同谋不归 累称外奏 朕怎么会有你们建筑 不足不小的儿子 皇阿玛息怒 儿臣不敢 皇上 永章是一心为您着想 没有其他意图啊皇上 皇上 纯贵妃 你已经有永荣和永章了 朕把永皇交给你抚养 以便是替朕养出这种孩子来 皇上 臣妾知错 皇上 皇上 永皇和永章 也是为了您的龙体思量 并非是有心不孝的 朕无心都这样了 要是有心的话 岂不是要失君失负 朕哪 就是后悔当初 没把永皇交给你抚养 否则就不会到今天这个样子 皇阿玛 你还想说什么 你以为朕不知道 孝贤皇后崩世 你以为自己是皇子中 年纪最长的 所以你就以为 你可以承担社稷大人 有了禁语之心 是不是 皇阿玛 儿臣绝无此心哪 但求皇阿玛明鉴 你还敢说你无此心哪 皇阿玛 这些是丧的日子 难道 没有以长子自居 自命不凡 这些事情都都看在眼里 听在耳里 你不被当罪的儿子 恐无声停之道 儿臣没有 皇上 就算是永皇有这样的想法 永章也绝无徒毛不轨之心啊 皇上 永章才十四岁 他懂什么呀皇上 是有你这样的额娘 才会找出这么荒唐的儿子 兄长处处于永皇争奉 讨好其贵 谋夺太子之位 还有你啊 淳贵妃 别以为朕不知道你什么世子 皇上 臣见母子不敢啊皇上 臣奉君 子孙夫 习从夫 这是不变的道理 你们母子三人将军的话 王子一干二净了 是不是 淳贵妃 朕明白地告诉你 永皇严心悲乱 我们将无仁子之道 他们二人不可能进成针的大统 听明白了吗 皇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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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玉云 姑娘 玉云 纯闺妃姐姐 纯闺妃 纯闺妃姐姐 把纯闺妃拉下去 你再丢人现眼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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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妈 多轻点 多轻点 别愣在这儿 快去叫太医啊 快去端盆热水进来 对 妈 主 主 你醒醒啊 主 主 在哪儿啊 姐姐 主醒了 主 您可醒了 您可怕我吓死了 主 你没事吧 我在哪儿 我们已经能回宫里了 我不是在关的店吗 我 你醒醒啊 主 三阿哥和大阿哥 从景山一回来 就跪在养心殿外头了 太后 快扶我 主下去 主 主 您慢点儿 主 太后 主 主 太后 主 请准贵妃安 冯姑姑 太后 我要见太后 淳贵妃 官德殿一事 太后已然知道 皇上雷霆大怒 任谁劝说也无用 太后让奴婢传话 若您还想保着 自个儿的尊荣 还想保着 遛阿哥和四公主 您就安分一些 留在自个儿宫中吧 姑姑 求求你 让我见一下太后 我 我只说几句话 淳贵妃 天快下雨了 您去养心殿 领了大阿哥和三阿哥 回宫吧 别再惹火了 好 那本宫 改日再来给太后请安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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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 主 主 皇子们都争着想做太子 历来帝王就最忌讳这点 自己作死 还指望哀家救 不过这回的事情有些蹊跷 赠得在关德殿 大阿哥和三阿哥都毫无伤心之色 像是兄弟两个默契好的 你细查查 是 小阿哥 主 主 娘 快起来吧 傻孩子 娘 都跪了两个时辰了 莫乘也没有要借你的义子 娘 妈妈就是不要我们了 不会的 不会的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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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雨破人 诸位还是早些回去吧 玉虎姑姑 求求您了 给通报一声吧 让孩子们见见皇上 哪怕是告罪一下呢 皇上无心见劣呗 大阿哥 三阿哥 皇上已经下旨 责罚了你们的师父与安达 师父们罚复三年 安达们仗则无事 两位阿哥 还是请跟随淳贵妃回去 闭门思逛 以尽心神的 妈妈 妈妈 我现在也不敢了 妈妈 妈妈 我现在也不敢了 妈妈 我娘子 妈妈 妈妈 皇上 真要申请我们母子 妈妈 放开 放开